知识不等于证物,虽然经常送念经文,但放逸而不奉行的人,像替人放牧的牧牛人,不能得到清净型的法义,经文背诵虽不多,但却使奉行,灭除贪嗔痴,如实之见,内心清净,生生世世不再执着的人,真正得到清净型的法义。 有两位出身高贵家庭的比丘是好朋友,其中之一精通三藏,贤熟于唱诵并弘扬经文,他教导众多比丘,而成为十八个比丘团体的指导老师。 另一位比丘则在热切精进的修行之后,正得阿罗汉果,并且透过只观的禅修而正得卓越的能力。 有一次,正阿罗汉果的比丘道奇术及孤独原相佛陀顶礼问讯时,这两位比丘碰面了。 精通三藏的比丘不知道他的朋友已经正得阿罗汉果,反而轻视他的朋友,认为这老比丘对神圣的金藏所知不多,因此决定谈问他几个金藏的问题。 佛陀知道他这种不友善的居心,也知道他一定会自取其辱。 所以,佛陀出于慈悲心就去探视两人,以避免熟悉精藏的比丘取笑他的朋友。 佛陀并且亲自提出问题,他问熟悉精藏的比丘有关禅纳和道果透过禅修而得到的高级境界,熟悉精藏的比丘无法作答,因为他只知道教导别人。 自己却不亲自修行。 另一位比丘由于精进奉行佛法,已经正得阿罗汉果,所以回答了所有的问题。 佛陀因此赞叹阿罗汉比丘,而对熟悉精藏的比丘不在意词。 其他比丘不明白为何佛陀大力称赞正得阿罗汉果的老比丘,却没称赞他们的指导老师。 佛陀向他们解释说,熟悉三藏但不知奉行的比丘,像牧牛人,只为牧牛而获得工资,而亲自奉行佛法的比丘,就像牛主人一样,享受牛的五种生产品。 所以说,熟悉三藏的比丘只得到学生对他的服务,没有修行圣果的益处。 而阿罗汉比丘虽然懂得不多,只能背诵一些经文,但清清楚楚的明白其中的经义,并且精进修行,克服了贪嗔痴。 他的内心完全没有精神的烦恼,对今生与来世没有任何的执着,所以他真正获得修行的圣果。 南谋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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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谋阿弥陀佛